挥别失落三十年 日本经济逆袭时刻已到 看好日本爆发动能 就不能错过日本商社 想一次南瓜富可敌国的 日本五大商社 跟上00955中信日本商社 一手掌握日本的经济命脉 十元清明入手假 七月三十 寄安募集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前音响乐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看金灵 听一下美国总统拜登 他是打算要退选了吗 现在传出说美国前总统欧巴马 还有前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私底下都在劝退拜登 所以可能最快在这个周末 那么拜登就有可能会 宣布要退选了 那么也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 包括美国股市的走跌 以及台股在今天重挫了 超过五百点 所以以现在在操作上来看的话 是不是要现今为王呢 不过台积电的法说会 在昨天虽然释出力多 但是也难敌川普的一句话 所以在今天台积电的股价 也是出现了下挫的情况 那么在昨天台积电的董事长 魏哲家抛出了这个金元制造2.0 要重新定义这个金元制造 那么如此一来台积电的市占率 就有可能从原本的六成 降到百分之二十八 这是为了要回应川普吗 另外中国大陆的三中全会 那么当时官媒曾经以这一篇 改革习近平的文章来赞颂一番 不过后来这个文章 却突然就出现了被下架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以及三中全会在这一次 有特别来强调以国安为重 不过为什么对经济还是避而不谈呢 另外在巴黎奥运的部分 在一个礼拜就要登场了 那么现在除了很多的选手在准备之外 大家也特别关注到 很多选手的颜值都非常的高 出现了很多的男神女神 但除了外表吸睛之外 是不是也带来庞大的商机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您邀请到政大金融系教授 姻乃平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林有明 大家好 金融刊顾问林鸿文 大家好 好我们先请教威良 美国总统拜登是真的打算要退选了吗 现在西安安的名嘴呢 他点出了现在民主党所面临的困境 就是呢这个子弹呢抵挡不了川普 但是这个拜登却是被疫情给击败了 所以很可能这个周末就要退选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那么美股会不会才是修正的开始呢 自从六月底的辩论会之后 其实呢整个气势就是转向川普这边 那尤其在民调的部分呢 最近因为受到子弹事件的影响 其实进步的拉开 那川普的声势高涨 看起来呢 现在拜登呢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尤其呢来自于党内的一些高层领袖的意见 那先前呢 其实大家当然也有身边很多的好朋友 都有是慢慢的拿这些民调数据来跟他沟通 希望呢劝退 但现在呢重要的是就是呢 包括两位呢 在整个民主党里面 非常有意见地位的 就是包括欧巴马 以及呢就是前议长呢 裴洛西这两位呢 在最近呢都传出 就有直接呢去跟拜登对话了 那因为希望就是说呢 第一个 其实他如果真的 执意要选到底的话 那不仅是说 影响他个人的 可能这个声誉 或者说甚至造成 他的一些形象之外 那另外也有可能呢 就是把整个 目前呢就是 接下来在民主党 众议院的一个选举 都陪葬下去了 所以希望至少 如果说没有赢得 这个总统大选的话 也能够呢 在保住这个 众议院的一个机会 对所以呢 这个目前有利人士的 一个介入沟通之下 那传出就是极有可能 在这个周末 就会有最新的消息 那可能拜登呢 就会正式的宣告 退出这次的选举 那我们就进步 去做观察 那当然如果 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那就代表说 可能川普的这个入主白宫 就几乎算是要 就是成真了 感觉十拿九稳 没错 那因为呢 其实最近呢 就有CNN的政治评论 就提到说 因为拜登最近 反而取消掉一些 所谓竞选活动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呢 据说他第三度感染 新冠肺炎 那大家会觉得说 这个新冠肺炎 好像呢 就让整个拜登的身体 就是好像受到了 蛮大的一个打击 那相对来看呢 反倒是川普 这个上次被这个子弹 这个擦过耳朵之后 就算是满脸的鲜血 还是高举双手 这个那告诉大家要fight 所以其实他这样的 一个强人的形象 好像感觉是 现在美国呢 更需要的一个领袖风范 所以其实就以这个图片 来对比 就知道说 事实上呢 大家原本就已经是在担心说 拜登的可能年事已高 然后身体的一个状况 健康会不会有一些 红灯的一个危机 那当然呢 这个如果是真的因为 确诊感染 那本来就是取消形成 其实没有错的 但是呢 是现在市场上 大家会去放大来解读 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目前来说 如果说川普真的去 入主白宫的话 那大家想看 过去上一任 他当总统的时候 整个全球的经济 跟股市 可以说是呢 非常的不平静 风风雨雨不断 因此呢 高盛的策略分析师 就建议 现在的美股 因为最近开始有一些 震荡拉回修证 大家千万不要 因为看到过去几年 这个大多头行情 那只要下跌 好像站在买方总是对的 但是因为数再高 不会涨到天上 像今年的S&P500指数 其实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总共38次了 就是不断的创高 再创高 创高38次 对 所以这其实很容易 让投资人养成一个惯性 就是说 那既然这个好像市场 永远涨不完 涨不停 那我就是拉回买进 拉回买进 但是这一次的状况 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 那我必须讲 因为其实 第一个九月份要降息 那再来就是 十一月总统大选 所以整个整个市场的 一个资金 可能会重新洗牌 所以千万不要 贸然的急于出手 伸手接刀子 就算整个趋势 没有改变的话 建议先观望一下 那确定市场直稳了 有好的标的 再来风低介入 但除了美股之外 我们说台股在今年 也是在频频创高 不过看到 竟然短短三天 就已经跌了一千点 今天又中错了五百点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 先减码 先落袋尾安 的确 那因为从美股 开始影响到台股 我觉得目前 我们要先提防 就是所谓的 螺旋式的下跌 就跟他提到 这过去几年 包括今年 是不断的上涨 那这种螺旋式的上涨 现在可能反过来了 这个其中有一个关键 就是来自于 全世界的被动式基金的 规模持续的壮大 如果以美股来说 其实他现在 被动式的基金规模 已经正式超越 主动式基金 就绿色的这一条线 代表就是被动式基金 所谓的ETF 那如果进一步来看 美国的这个 股票型基金 被动式 现在大概是八兆美元 那主动式 大约是五兆美元 所以当被动式基金 他在卖股票的时候 他是完全 是不会考虑 经济的方向 或者说股市的方向 乃至于 个别股价的位阶 都不再考虑 而是在于 只要投资人 有赎回需求的时候 他就必须卖股票 才能会贴近他的指数 那这样就会变成 所谓螺旋式下跌 因为下跌的时候 投资人就更害怕 就会做出更多的赎回 那规模一缩减了之后 被动式基金 他又进一步的 城市交易又卖股票 卖股票 股票又下跌 投资人就更怕 那这样子不断的形成 一个恶性循环 对 那另外来讲的话 当美股如果有 修正压力的时候 台股也往往会跟进 尤其所谓 我们刚才提到的 被动式基金 很多他是锁定在 不管是全球新兴市长 或者说亚洲区域型的 那同样的道理 他也会进一步 去卖超台股 所以以台湾的 目前这一条线非常重要 就是市场俗称的生命线 就是我们常看的季线 对 那季线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如果按照所谓的 葛兰币八大法则 当这条均线 如果还在往上的时候 就算是跌破 反而你不用太紧张 可能他回撤一下之后 还有机会去做反弹 比方说像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就有跌破过 那跌破之后 还是很快就反弹上去 但是如果是万一出现 像这种情况 就是季线已经下弯了 然后再跌破的话 他后面可能伴随的 就是整个比较大规模的回挡 那中期修正的风险 要特别留意 那因为现在其实季线 还是在稳定往上 但是因为也有所谓的 乖离比较大的问题 代表就是说涨太多 所以有可能要去做回撤 那回撤如果说有支撑的话 那当然你那个时候 真的有看到被挫杀的好股票 再来逢低买也不迟 所以刚才提到 可以先做部分的减码 因为其实操作本来 就要比较动态一点 尤其我们看了 其实从2019年以来 就过去五年 台股不论是在多头市场 或空头市场 其实一定都会有回挡修正 空头不用说 像2022年当然大跌 那一年指数从波段的高点 拉回到修正满足点 足足跌了32% 那此外几年像2019 2020或者说像去年2023 虽然是多头 但是至少都有 8%以上的回挡幅度 甚至也会达到二位数以上 那今年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从二月开始到现在七月 目前所谓的月K线是六年红 这在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 对 以现在这一次 我们看最近三天 不是跌一千点 但是其实波段的最大回挡幅度 也不过大概就是6.2% 所以跟往年比起来 恐怕还没有真正的落地 像今天台积电也是相对收在最低 所以建议大家稍微停看听 那当然未来经过了这个沉淀整理之后 还是要留意就是内资的动向 因为最近当然外资持续的卖超台股 而且空单的水位增加 之前外资都在卖 但是内资有一支在卖 所以台股还是往上 所以现在还是要看内资接下来 对 毕竟短线当然外资的卖超 跟期货不空单 会给台股构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如果我们用比较趋势的角度 来做观察 其实从这边 就是2018年以后 大家可以发现 蓝色这条线就是外资的卖超 日本真的不一样了 摆脱经济失落的30年 日本政策放大绝 让股力被重新定义 渴望体验超越想象的日本股市吗 快跟着00956 掌握日气股力好机会 10元清明入手价 7月30基安募集 00956中信日经高股息 基金之配息来源 可能为收益凭准金 且基金并无保证收益及配息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申购钱应享乐公开说明书 从这边就是2018年以后 大家可以发现 蓝色这条线就是外资的卖超 事实上它持续的在台股提款 但是红色这条线代表就是 台股的加权指数 反倒是能够抗点还上涨 所以其实就代表 这几年下来 国内的资金真的非常多 前沿到了天花板 所以就算未来外资 它并不是持续的大买台股 不表示我们就没有资金动人 但是短线上面 这边筹码真的需要沉淀一下 另外刚才讲到选举的影响 其实未来的两三个月 真的稍微要 比较保持风险意识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以过往的经验来看 在选举之前的 大概两到三个月 通常行情是以下跌居多 但是选后的二到六个月 行情就慢慢又会 恢复到它原本上涨的趋势 如果你过往放比较多的部位 在半导体或科技股的话 那最近可能当然 因为川普的言论出来的话 杂音就会形成股价的动荡 那相对来讲 我觉得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被低估的股票 或者说订单能见度高的股票 或者是政策做多股票 比方说今天盘面当中 所谓的水资源的概念股 就成为资金的避风港 因为未来五年政府 有七个海水淡化厂 还有四个再生水厂的 相关的商机 这每一个案子 都是高达百亿以上机会 那这边来讲的话 八四七三商林水 这里就是正式带量 突破了前波高点 所以技术面有一个 突破的讯号出现 那另外军华是半导体设备 那主要客户就包括台积联 还有些封测的大厂 那他在台湾 晶片挑剪机的 市占率是高达七成 那现在市场看好就是 未来他的年金机的部分 会有机会拿到 更多新的订单 那假如今年EPS 可以有二十块钱 明年挑战三十五到四十块钱 大概会是 目前设备股王红素 他的一个获利能力的八折左右 那红素业间股价 涨停板一千四百块以上 所以我认为 军华现在大概在 七百多块的股价 相对还有持续 比价提升的空间 刚刚微量带我们看到 美国总统拜登 很有可能最快在 这个周末 他是有机会宣布会选的 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对于整个金融市场 会产生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原本 大家对于整个台股 包括美国股市的一个后市 大家还是比较乐观在期待的 那么现在也是受到 这样政治因素的一个干扰 大家会觉得 接下来变数很多 要请教永明哥 所以川普已经变成了 整个在股市当中 最大的灰犀牛吗 对 因为我记得 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当川普还没有预测 我们有跟各位讲说 你稍微要去想象一下 川普如果当选之后 大概世界的一个局势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因为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个部分 当然是因为移民政策 这两个东西 其实都会让通膨的一个 忧虑开始提升 结果在假日期间的时候 那一颗子弹 让所有的美国人 都相信川普是天选之人 连这样子都不会死 对 所以就把它送进了白宫 送进了白宫之后的话 那沉睡的灰犀牛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苏醒 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 这一次的川普跟 这是2.0 那1.0版的一个川普 是在2017 他们中间到底差异是什么 因为当时川普 在这个选的 升势比较高的时候 股市是有震荡 但是没有像现在震荡这么大 但是为什么这次震荡 在全球的一个部分 甚至台湾的部分 会震荡很大 我觉得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关键 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 其实通膨它的基础比较低 而且利率的水准比较低 现在的通膨 其实是已经上去了 通膨率上去的情况之下的话 大家是在寄望 现在能够透过降息 然后把所有的资金 引导到这个市场上 可是川普如此之后的话 我们说过 第一个贸易保护主义 就是如果都是克高关税 美国的物价会提高 然后美元如果下来的话 这个物价提高 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不让移工在这个地方 能够进来的话 工资水准也提高 那这些东西都会造成 原本大家担心的通膨 会继续的反扑 所以现在全球的热钱的一个 这个避风港 到底应该怎么吹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最近比较了几个 这个避险商品的一个报酬率 就是说以最近 今年度的一个表现来讲 当然前半 这个前半期 我们都不知道是川普 但最近的这一个月里面 我们开始有接受到川普 可能声势越来越好的一个情形 那各位可以去看00708L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元大S&P黄金正二的ETF 它今年的一个报酬率是29.14 那黄金本身的期货是16.91 那00724B跟00773B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都是金融债 都是比较属于投资等级的金融债 那他们的一个报酬率是4.65 今年度一直到今天 到昨天的收盘是4.65跟4.45 那美债这10年的话 是负的这个3.24 所以今年其实一整年下来的话 投资美债是亏钱 投资美债10年的话亏钱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今天会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即便川普中担之后的话 整个的报酬率其实是 慢慢都往趋向降 第一个黄金本身是没有知习的 如果它还能上涨的话 它一定是反映地缘的一个冲突 不断的一个避险情绪 还有美国在降息之后 假设 比如说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 7月有机会降 这个9月有机会降息 11月有机会降息 12月有机会降息 那如果各降一码的情况之下的话 美元暂时性的会回跌 那美元一回跌的话 这个替代效应 当然就是黄金的上去 这是第一个 黄金为什么会强 那当然正二的ETF 一定又比期货 它的报酬率来得更高 那再来的话就是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 投资金融债券 会比投资美国公债 报酬率要来得高 第一个部分的话 投资这个金融债券的话 因为它本身的风险 高过于美国的公债 所以它要求的一个 殖利率是比较高 那殖利率比较高的话 那现阶段的热钱进去的话 自然就会造成它的报酬率 如果在含这个 所谓的配息的部分的话 它整体的报酬率会优于 这个美债10年的一个 这个价格的部分 好 不过再请教有名哥 在这一次 我们刚刚有提到台积电的股价 在今天几乎说的最低900期 跌了35块 其实在昨天的法说会 大家觉得它释出的这个消息 还蛮不错的 应该是有利多 那但是今天股价却是利多 却重挫这样的情况 所以台积电原本是 大家的这个期望 护国神山 现在因为川普的一句话 大家开始会担心 如果在未来 整个晶片产业的变数变多的话 那么台积电还有可能 维持这么好的获利吗 会稍微有一点点疑虑 这就是为什么 从昨天到今天的话 台积电明明状况很好 它应该是全村的希望 对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震荡 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们之前跟各位分析过的 一个逻辑 就是大家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看到了台积电状况 会很好的事情 所以它的股价来到了1080 其实有在反映 7月18号法说的部分的一些利多 不知道是反映了多少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后来在台积电的 这个法说之前 ASMO的一个这个猜测的话 发现出来法说变法会 所以大家就开始担心 接下来就开始担心 台积电会不会利多出去 这是第一个 但是昨天的台积电 是拉尾盘回到了105块 主要的原因是 大家认为下午的时候 台积电一定会讲好消息 既然你已经跌过了 我们就预先有一个买盘 可是没想到到今天的时候 还是会出现 类似这样的一个下跌 等一下我们来分析 市场上到底在担心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 简单的外资最新的财测预估 就是如果以这个花旗 现在目前调高的一个 平等的状况来看 他认为营收大概是从 2.7兆 3.4兆 一直到2026年的4.1兆 然后如果是以净利来讲的话 是2024的1兆 2025的1.3兆 2026的1.6兆 那EPS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就是今年的39.53 明年的51 跟后年的65.01 那到昨天为止的话 其实花旗是把它调升到 1500块的一个目标价 那李当应该是非常的 这个振奋人心跟澎湃的 非常的激昂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汇丰证券 汇丰证券调升到1410 这是一周以内的第二次调升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些都是一个很乐观的预期 也就是说他们是把很多的 scenario把它focus在 这个没有外在变数的情况之下 第一个通膨还是继续降 他的这个状况是建立在 第一个通膨还会继续降 第二个通膨会降 降息循环就会继续存在 第三个AI的运用 还是会继续暂望 好那再来台湾台积电赴美投资 不会加速的进行 就是我可以要求你来 但是我不会强迫你来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你都能够来到补助 即便你到美国 你还拿得到补助 而且不用跟着台湾政府 去缴保护费 所以调升目标价 就是看好他未来的这个获利 但是这些好获利 是要有这些前提的 这些前提就是立即在 现在拜登的基础之上 对 就是一个民主党在的 一个这个绿色能源 然后或者是民主经济 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没有过度的一个 所谓的保护主义贸易壁垒 那现阶段的话 这个市场上 对 从昨天到今天 或者是应该是说 从中担了之后 他的那个情绪 是怎么样的堆积起来的 我觉得一旦川普当选的时候 如果以台湾政府脚 因为现在大家 我们最近这几天的新闻 都在讲保护费保护费 那台湾政府的保护费 不外乎就是第一个 就是美国的军费的采购 对不对 然后来平衡这个 因为晶片产生的贸易逆差 这是我们大家能想象 可是另外一层的话 会不会就是市场上 在担心的理由 就是台积电本身 要不要交保护费 因为你今天台积电 你都卖晶片给我 所以不知道川普讲 这句话的用意的话 是因为他要讲求Mega 所以美国要再次的强大 美国再次的强大情况之下 你台湾要给钱给我 那你台积电是 台积电不会拿钱给他 但是台积电 等于变相的是什么 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推演 台积电到美国 假设去盖 这个亚利桑那州的山场 当时获得了拜登政府 不是66亿美金的一个补助 然后低利贷款是50亿美金 对不对 假设这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4月多的事情 那未来假设 我要强迫你再过来 比如说你要设市场 好 你要设市场 假设没有这66亿 没有这66亿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建厂成本是不是就会提升 建厂成本提升的话 你未来的折旧费用就会提高 你EPS的话 我们假设 不管这个新厂 会带来多少的营收跟获利 我们先讲少了 假设少了66亿美金的话 然后EPS目前的股本来换算 大概就是8块3 大概就是EPS8块3 所以在2026的65块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把未来最好的状况 沽进去 假设减了8块3的多出来的费用部分的话 按照花旗 他现在给1500块的一个目标价 然后用这样的EPS 用最高的65块的EPS 换算的话 它的本益比是23倍 8块3的23倍就是影响股价190块 很多 就是用这样子算出来的 这个还只是算把设常的成本提高 要万一低利贷款也消失的话 利息的费用提高EPS再为价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我们说的 所谓的带为师的一个双集 这样的双杀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我又修EPS 又把本益比往下调 那就会类似这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这一两天 台积电在反映弱势的一个主要原因 好 刚刚有敏哥的 我们看到虽然在台积电 法收会都是释出利多的 而外资的部分 在法收会之后 其实也都纷纷调高了 台积电的目标价 但是就是担心 川普这个灰犀牛 以后可能会冲击到 台积电的获利表现 所以这几天台积电的股价表现 都是相当的弱势的 不过我们要请教洪文哥 在昨天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 他就抛出了 这是不是针对川普的 这个保护费这样的说法 他说重新定义晶元制造 所以抛出了这样一个晶元制造 2.0 就是为了要来回应川普吗 比较间接的回应 好 我想昨天法收会 我觉得我注意到这件事 这件事我觉得是有亮点的 那我们先说明一下 他到底在讲什么 晶元制造2.0 他是基本上是 是把原来台积电的市场的范围 把它做更扩大 也就是说台积电现在 不是只有晶元代工 晶元制造而已 他其实他COAX 就是做很多封装 而且是先进封装 所以他把封装测试都包括进去 他把封装测试 然后还有光照制作 还有其他一些领域通通算进来 就是除了记忆体之外的领域 记忆体之外 然后把这些 就是等于是这些都是 我们都可以讲就是说 这都是帮别人把晶片制造出来 一个流程 那这流程为什么要这样 要这样把这个包拔进去 因为台积电现在 做了很多封装的事情 但是他做到日月光的事情 可是他的市占率 并没有去算这个 所以我们看台积电第一季的代工 是占整个代工的是61.7 如果是纯晶元代工 这比重就很高 6成以上 快6成2 那如果你这样用新的方式去算是28% 一下子市占从六成降到两成多 因为原来原来我们只算金元代工是1150亿美金 那把刚刚那个封测光照算进来是将近两千五 所以市场变大一倍 那他的市占率当然就变小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对这个目的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符合现状 台积电本来就有做封装 但是你就没算到 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意义是刚刚讲的62%降到28%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就有一点点在回应川普的说法了 为什么呢 因为62%大家看到都吓死了 台积电怎么占这么高 那川普就会讲说台积电台湾赚很多钱 是不是垄断 对 那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说28%在心理上就降低很多了 那台积电让自己的角色没有变成说 你占很多大家都把你当作是敌人 等于整把他稀释掉 那如果各个国家如果开始像灰达 灰达在AI晶片市占率将近100% 所以他们才会面对欧盟的这种反垄断的调查 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去想 就是说我们魏哲嘉先生 这个魏董事长上任之后 他要做什么事 其实他要因应的 就是最大的就是地缘政治 这件事情他如果能处理好 非常重要 他重新定义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有在回应 整个大家对台积电的角色 他觉得太重要 然后甚至川普说台湾要付钱 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也是 其实有一点间接在回应川普的说法 不过宏哥 川普说台湾应该要付保护费 甚至还说台湾抢走了美国晶片的声音 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客不客观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错的 其实我昨天写了一篇 我就很明确的在回应这件事情 川普讲这件事情 台积电抢走美国人的工作 我觉得是错的 而且台积电不只没有抢走美国人的工作 其实是创造更多美国人的工作 为什么 各位知道 台积电他第一个他没有产品 然后他三分之二的客户都在美国 那这些美商公司 从第一个最大客户 从苹果 苹果 灰达 博打 博博通 高通 超微 这些都是他最大的客户 那这些客户 他们自己不做制造了 甚至英特尔也其实也应该算进来 英特尔很多制造 也是 也交给台积电做 台积电帮他做最好又最便宜的晶片 让他们的产品可以行销全世界 苹果的iPhone手机可以行销全世界 回答的AI晶片可以行销全世界 都是因为台积电帮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做的不好的是 他们做制造怎么会做得好 他们六点下班人就要走了 那制造多 应该说很复杂 然后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员工愿意加班 美国人不愿意加班的 所以这件事情美国人做不好 可是台积电帮他做好了 那美国公司没有做制造 所以他们可以把很多资源拿去做什么 做设计 新产品的设计 新技术的开发 因为他没有做制造 他把人才资金资源 整个可以挪到其他的部分 所以他们做很多 甚至新的产品规格 怎么定 然后新的趋势怎么引导 这都是美国人在做的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价值链的最上端 所以美国人其实赚走最多的钱 你知道台积电第一大客户是苹果 苹果去年获利净利 九百多亿美金 那台积电赚不到三百亿美金 他的最大客户赚比他超三倍的钱 那辉达毛利率是78% 台积电昨天公布是53% 辉达的毛利率比台积电多了二十几% 所以你你意思就是说台积电是赚一些钱 没有错啦 可是他的客户比他赚更多钱 所以川普这个话是得了便宜还卖官 不讲这个 所以美国人吃肉 其他人喝汤 其他人都在帮他打工 那现在哪有说 这个我们说黑道老大好了 黑道老大 当然是要照顾小弟 哪有说这个黑道老大叫下面的小弟 说你们要付保护费 保护费是去跟那个可怜的商家收的 不是跟自己的小弟收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 他抢走美国 这个他说台湾抢走美国 我觉得这是错的 那我们台湾要去好好去讲这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相信这件事 不止美国人相信 很多台湾人也觉得他讲的对 台湾人自己觉得川普讲的有道理 应该要付给美国保护费 是啊 我觉得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好好去讲这件事 让大家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 刚刚红红疙瘩 我们看到了 但台积电在这几天的这个一个弱势 主要是来自于 在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这番话 也希望台湾可以付保护费 那么不过我们说到川普 如果真的在十一月 又再度当选了这个美国总统的话 在接下来可能会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的一个发展产生的这个变数之外 包括他们对中国大陆这个制裁 会不会更加的严重呢 尤其中国现在都面临到这个经济的疲弱 到时候会不会更雪上加霜 我要请教英老师 中共的这个三中全会才刚落幕 不过在他们登场的第一天 当时他们有发表这样一篇文章 将近一万字 提到就是改革加习近平 其实就是一篇赞颂文 但没有想到到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个文章 他被下架了 为什么会被下架 明明就是在称赞习近平 我想大家都期待 这个三中全会面对中国这么多的重重的这种 经济困境 他们可能会提出一些重大的这种改革政策改革方案出来 结果开完了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 只是强调什么呢 强调他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变得更好 那在整个这个过程中间这个大家好像是觉得好像是整个大家期待落空 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你如果再去捧习近平说他是改革家 这反而变成讽刺了 所以赶快下架 他也有把他跟过去邓小平其实有相提并论 没有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大陆走上了资本主义化的社会主义 经济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非常的快速 而且非常的好 可是一直到了2016年 川普上来当总统了以后 这个他要捍卫美国在世界的霸权 所以在2018期出贸易战 他捍卫这个霸权 所以把中国大陆视作最大的一个对手 是 所以他在2018年就展开了一大堆的这种所谓贸易战 各式各样的这种贸易抵制 封锁中国大陆的这种电子业的这些 很多的这些抵制的措施 那这些做法 当然我们从这个 一直到拜登还是持续他们的这个政策 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中国大陆冒出一大堆 现在面临的这些经济问题了 那原本想利用中国大陆的这种 第一年劳工的这种工资 进到大陆去投资设厂生产 然后这些外商 在这种贸易战这种抵制之下 都纷纷的开始撤离了 离开大陆了 那大陆自己的厂商 因为要卖到其他国家去 美国抵制的话 它也跑到什么越南 也有一部分外移了 那在这种背景之下 一直到去年 这个外国的媒体还报道 大概有1500亿的这种 这个美金的这种外资 直接投资这些厂商 也撤出大陆了 整个撤出来了以后 这个问题就来了 因为这种直接投资 一撤离了以后 你的工厂关闭了 然后工人失业了 当然你的出口也没有了 对 而你国内的这种工人失业 等等这个经济 马上就开始衰退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 什么深圳啊 珠海啊 这些地方好像都变成一个空城了 对 没有什么人了 因为工厂都搬走了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大陆的经济就面临了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冲击 在这种冲击之下 大陆的经济啊 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外资跑了以后 你怎么办 那出口会衰退嘛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的重心就 要维持生产嘛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报道说 中国大陆的储蓄很多 过度的储蓄 而消费不足 所以大陆的学者说 你应该学西方啊 你要刺激消费 刺激需求啊 让大家花钱嘛 经济才会起来 结果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的做法 刚好反过来 他是把这些储蓄 透过银行变成 刺激去生产 那生产出来的东西嘛 就卖到国外去了 就出口了 他维持出口的市场 那国内的经济嘛 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出现了 在生产呢 在国内卖也卖不掉 对不对 厂商就开始 也开始萎缩 就变成经济开始收缩 紧缩 就变成一个负面的现象 他们想要拼出口 但是国内的消费很差 他要维持外在的这个架构 不变嘛 因为外在的这个架构 现在也面临了一些 美国的这种打压嘛 所以他们在做这些架构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先从一带一路 开始习近平打开 这个对外的这种关系 然后接到 我们看到上海经合会 经合组织 一个大堆国家 接着我们看到金专银行 五国银行推出来 而且金专五国银行 大概今年九月嘛 他们会推出一个就是 就是去美元化的一种新的货币 去取代美元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整个这个架构 再加上最近更叫得更凶的 就南半球经济联盟 这个南半球经济联盟 整个狼瓜的戳 所有除了美国欧洲以外的 所有世界上的第三世界组织 这些国家 那将近世界的一半的人口 一半以上的市场 都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这个市场要维持的话 那中国大陆就极力的推动 这个市场的出口 尽量在这个市场里面 现在大家开始用人民币 所以说它在外面 去美元 它在外面要把这个市场 这个撑起来的话 它必须要从出口 这些方面 外交各方面 去维持这个架构 那当然这个架构 如果维持的话 将来就是跟欧美 对抗的一股经济力量 就经济实力 所以它要做这个事情 那在这种情况下 它国内的经济的问题 就暂时没有办法照顾了 那国内当然经济问题 一大堆了 那当然 可是这个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大概外资 都从大陆的股市撤出来了 他们那个外资报道说 这个去年 2023年 外国的这个 这个大陆的股市 外资抽了大概5000亿美金跑了 债券市场抽了1500亿资金跑了 所以资金一跑的话 股市当然跌嘛 去年大陆股市跌得很凶 很低弱 OK 它就号召大陆的国企 在海外的国企 大家汇钱来互盘 所以今年2月开始 的确是有涨 这些钱一互盘以后 股票市场就稳下来 不会就是下跌了 这个也是他们的政府下手来解决问题 那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真正关键就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就是整个这个经济在衰退 消费不足 你政府推出什么政策来 现在还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改革家已经被拿掉了 那我们看到就是他要推动农村经济 可是这个并没有办法完全解决问题 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就在等 你下一步怎么样去把国内的这种状况 也稳下来 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 当然要等到大陆这个问题解决的话 它目前是出现个青黄不接 就是说你被抵制以后 大家都跑掉了 外资都跑掉以后 你里面空了 你自己要补上去 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 这个经济问题会非常的多 那这个怎么样熬过这个青黄不接的这段苦日子 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是比较青黄不接的时候 对 他才能够算是走上正途 也就是说这两三年 中国大陆的经济是 我们看到是面临了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困境 我们在希望他能够顺利的解决了 当然我们要看着改革家要怎么样 改革怎么做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看 巴黎奥运是倒数一周了 大概这一次除了这个赛事 大家非常关注之外 有很多的选手颜值也都非常的高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看 巴黎奥运倒数一周了 在这一次除了运动赛事之外 也请微量带我们看 其实各国的队服也都让大家觉得眼睛一亮 尤其是蒙古队 对 因为像时尚专家就评讳 这个还没有入场 比赛还没开始 他们已经赢了 赢在服装 那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服装兼具有时尚 还有保留其实蒙古的民俗的传统风格 因为这个衣服其实前面的背心 他是有这个金线的一个刺绣 非常亮眼 然后里面细看的话 图案还有把这个巴黎的奥运圣火 都把它放进去了 对 那其实这种所谓的长袍马挂 而且这背后还有这个皱褶 其实这个就非常经典的蒙古风味 所以其实当然让人家这个眼睛一亮 那另外中国的部分 其实还是维持他们一贯的红白 这样相间的颜色 这算是他们一个特色 但是其实中国自己 好像一般民众也不太喜欢这个风格 说这个怎么看起来 有点像是一排站出来 好像餐厅的服务生 准备要上菜了 这是民众自己讲的 那至于说地主国 法国 法国还满时尚的 这一定要时尚 运动如果没有拿牌就算了 不是 当然也要全力争取 但是这个时尚之都 这个衣服一定要先 一定要让人家一看到就好时尚 对 一定要镇压全场 所以你看在颜色的部分 当然就是法国国旗的 红白蓝经典颜色 再搭配这个翻领 其实相当的别致 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台湾的部分 这一次其实在服装的颜色 当然一看就知道 其实也是采取 就是我们国旗的颜色的这个亮点 这个元素当然是有保留 不过其实细节的部分 反而是在这个鞋子的部分 因为有把这个原住民的手工印 纳入进去 这其实也穿插了一些 我们的特色 那至于说 其实看服装之外 那当然选手自己也要长得很好看 对 那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运动选手 他们在这个IG上面 追踪的人数很多 大家就准备锁定 他们哪时候有比赛 因为其实看比赛 除了看这个竞技的强度 刺激之外 其实有时候颜值担当 画面好看也很重要 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 这一次超级美女 几位超级运动员 包括德国的田径选手 大家看 其实这个平常 日常的一个打扮上面 这真的简直就是超模的等级了 对 真的看起来像超模 对 金髮碧眼 那另外像这个乌克兰的楼道选手 你看到在场上 在场上的时候 他的眼是相当沙 不过其实笑起来 是非常的甜美可人的 没错 那另外日本的冲浪选手 其实就非常阳光的形象 皮肤稍微有点有黑 不过配上他的一个浓眉大眼 其实看起来是非常清新 当然除了这个美女之外 很多女性观众也会看赛事 更期待 对 更期待 这次很多帅哥小鲜肉 这简直就是天菜了 我们先看这个右边 巴西的体操选手 这个大概就是大家心目中的 梦 梦幻情人典型了 这个你要脸蛋有脸蛋 要笑容有笑容 更重要的是你要八块鸡 他也给你 不过可惜了 这个女性观众们只能欣赏了 因为他有男朋友了 明朝有主 对 再来我们看到这是法国的排球选手 其实就是这个有一点 留一点小胡子 看起来蛮性格的感觉 那就是浓眉大眼 对 那这个眼神看起来也是有电力的 那我觉得特别值得提的是 我们台湾的蝶王 上一次的这个东京奥运的时候 已经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 身材非常好 游泳比赛一定要看 因为你除了可以看到脸蛋之外 那当然能够最看得清楚 身材的当然就是游泳比赛不是吗 这是台湾的蝶王 而且这个其实他的单眼皮是非常有特色 其实这个长相也是很多人 很欣赏的一个点心 不过其实说到奥运的一个商机 大家每年都很期待 但是其实不要以为说奥运好像 这个主办国会因此有很多的门票 观光收入 那倒不一定 因为其实以这个像过去 加拿大的奥运在1976年 办完以后 他花了30年才把债务还清 是不是有所谓奥运魔咒 是 其实大家想到说 觉得奥运好像主办国或主办城市 大幅彰显国力 然后提升城市的国际形象 其实这背后如果你大星土木 投资砸下去 往往要嘛就是国家的财政赤字 恶化 再不然这是举债 可能甚至还再有子孙 希腊还因为2004奥运搞到破产 所以这一次其实法国的巴黎奥运 反倒是让很多原本是想要 在巴黎深度旅游的一些国际旅客 反倒是改定其他国家 就避开了 但我决定七月八月不去法国了 所以根据像这个美国达美航空 还有法国航空 他们实际上卖票最清楚 发现反而七月八月的营收 可能因此还下调 因此这一次 跟巴黎的不一样 对 整个奥运的一个经济效应 刚好又碰到现在法国的政治 比较动荡 那到底带来多少实质效应 还有待观察 不过我觉得比赛倒数计时 其实就放松心情 欣赏服装 还有欣赏帅哥美女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看到 刚刚有特别提到 这个金融债的部分 现在变成是资金 可以避险停泊的一个标的 其实连台积电持有的 这个公司债当中 其实在前几大的一个标的 其实很多也都是金融债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关心 好 现在全球热情开始要找避风港了 刚有明哥有特别提到金融债 其实台积电在先前也说 他买了很多的金融债 对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金融债 只是说因为时间已经走到了 7月19号 我们回顾一下今年整体的 不管是美国公债 或者是金融债的表现 到目前为止都是金融债胜出 为什么会有类似这样的差距 我们刚之前说到 在降息之前的话 因为金融债的殖利率比较高 所以他的一个投资的 吸引资金进驻的情况之下 他整体的一个报酬率 相对是比公债的ETF 我们把它变成都ETF来讲的话 比较高 现在为什么还会有人要去买公债 是因为第一个美国政府 大家认为不会倒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当降息初期的时候 如果说美国在降息初期 殖利率往下掉 殖利率往下掉的情况之下的话 公债很好算 比如说1%的话 10年期的公债报酬率就是10% 2%的话就是20% 而且他初期在降息的过程中 公债的反应会最快 反而是金融债 因为他有向下僵固性 因为他有筹资成本的问题 所以他的利息不会降得像 殖利率不会降得像 公债这么快的情况之下 他的价格就不会反弹这么多 这个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之下 大家认为说买公债会比金融债好 可是问题来了 一旦川普上去了之后 通膨又继续反扑 利息降得不够快的时候 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利息如果降了三次就停下来 反而又变成了金融债 他相对来讲 又比所谓的公债吸引力 我们刚刚有提到00773B 跟00724B 我们来看一下中性优先的金融债ETF 目前的状况是往上 然后以今天的收盘价来讲是38 一个月的报酬是2.95 三个月的报酬是7.36 然后在259档的ETF里面 他大概排名40 所以他赢了85%的ETF 算很厉害 6个月5.89 今年以来7.13 这个跟公债的负3点多比起来 差很多对不对 724的一个状况来讲的话 35然后35块的一个收盘 然后一个月是2.86 三个月6.96 6个月是7.16 今年以来是8.94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00724B里面 到底有什么组成 AA的一个公司债占了31% A级的占了53%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就84了 对不对 BB级的大概是15% 平均殖利率的话是5.76 我们来看一下00773B 这个更夸张 这个所谓的A跟A级加起来的话 已经高达99%了 几乎99% 然后但是它的殖利率 也可以来到了5.47 所以如果说是以金融债 当然金融债的标的很多 但是我们今天帮大家来挑选出来 两档这个在绩效跟殖利率 相对比较胜出的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好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看到三星 已经进入第二周的 无限期罢工了 究竟三星的这个员工 他们的诉求是什么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了解 好我们请到红哥 三星进入第二周的 无限期罢工了 到底他们的员工的诉求是什么 为什么在这一次感觉越演越烈 是 好我们常常讲 如果你景气很好的时候 你产品需求量是很大的时候 你的罢工一定会影响到你 现在的情况是 今年半导体景气不错 记忆体也开始在价格回升 所以你刚才先问我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 那我们就先回答为什么 每年三星都在七月 他们会有员工发放半年度的奖金 那过去最高的就是说 员工单月薪资的100% 就是奖金给他100% 就是薪资的100% 可是问题是 今年打折了 今年DS部门 最高比例设限在75% 今年打75折 但是今年代工跟LSI业务 更离谱就是打到37.5%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他们要罢工 难怪员工会很生气 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当你员工拿的钱不够 他就觉得很委屈 他就出来要跟你 是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业绩不太好 当然是不好 事实上三星到今的第一季 还是赔钱的 然后他的现金流也是变富的 所以其实整个三星的情况 现在并不是太好 算员工也不愿意供体时间 当然 这个公司这个没有给钱 没有给安抚大家 谁也不想做事 第二个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你事实上你公司 就是说你停工对不对 你停工其实会影响到产品 事实上他们现在刚刚已经说 超过一个礼拜 所谓那个半导理有一所谓Q time 放太久你会报废的 另外一个是更有趣的是 三星的有工人透露 就是他们现在因为大家 因为有人罢工 所以你产卸很缺人 所以他们要休假的时候 大概要吃